好 各位好 我是小星星 那么今天来到广州车展 在小鹏展台 大家非常期待的小鹏旗舰级ICUV G9 终于发布了 同时还一起发布了全新的品牌标识 就是品牌的logo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不过在G9的展台上 还是有很多人在围起来的 所以趁这会时间 可以简单跟大家解读一下 小鹏就是全新的品牌的logo 那么相比于之前 这个logo的变化其实并不大 那么依然是X的字母的造型 那么四脚变得更加的锐利了 把原来这个四分块的logo 就变成了两分块 这个看上去还有点像 一个翅膀展开的形态 那么X代表着突破边界 这堆翅膀也是希望小鹏 能够飞得更远 飞得更高 那么这次全新的logo 就会在G9上会首次使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看一看 这台小鹏旗舰级SUV G9 那么这次车展呢 G9只展示了外观和一些基础的信息 那么关于内饰还有这个空间 以及加速的性能呢 并没有太多的公布 那我简单总结一下 可以分为外观设计 充电系统 辅助驾驶的配置 还有整车架构 以及我对这台车的空间的一些猜测 还有内饰的猜测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外观 那这台车呢是一个白色的这个车型 那首先外观部分呢 小鹏称之为是设计美学国际化 那么这台G9呢 是小鹏第一款在开发的时候 就考虑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那未来呢 这款车也会迈向国际化的这个市场 那么整车的外观风格呢 还是延续了一些P7的这个车型的一些设计 比如说这个前脸部分 有这个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 那么下方两侧呢 是更大面积的远近光灯的一个部分 底部呢还是很巧妙的 把这个激光雷达的传感器呢 也把它集成进去了 看上去呢 一体性更好 也会更好看一些 那灯光部分呢 在尾部同样也有这个贯穿式的尾灯呢 并且还在中间这一部分呢 加入了很多点阵的一些造型 那不知道之后呢 这些点阵的灯呢 会不会增加一些新的交互啊 比如说连凳灯雨 或者说开启辅助驾驶的时候的一些动效啊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 好那么来到侧面呢 可以看到这台车的整个车身呢 还是非常大的 G9呢定位的是中大型的SUV 那由于这个内饰没有太多介绍啊 所以说目前还不太清楚 会不会有6座或者说7座的版本 当然5座肯定是没有问题 肯定会有的啊 那么在侧面呢 还能看到有一个21英寸的 这样一个低风组的轮廓 那中间呢 还是小鹏新的这个logo啊 那么另外这个轮门的这部分呢 也是和车身同色的这样一个设计 看上去呢 美观性会更好一些 那么从轮尾往上看呢 在这个一字板上方呢 还能看到有一个有点灯光 还有后面是这个集成了一个摄像头 这应该是辅助驾驶的摄像头的其中一个 那么再往后看呢 这个后日镜底部呢 也有多个摄像头 我现在看到有两个 应该有这个辅助驾驶的摄像头 还有这个360度全景影像的这个摄像头 那么并且呢 能看到也是这个无框的车门 还有隐藏式的门把手 所以说这台车打开的时候呢 一定也是非常非常帅的 但是目前也不太确定 这台车会不会采用这个 自动开合的棚一门呢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 之后会不会上棚一门的这样一个版本 那另外呢 在侧面还能看到这个B柱呢 也是黑色的设计 这样的话呢 从前玻璃到后玻璃这样一块的 看上去一体性会更好一些 那么侧面呢 除了视觉好看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引擎盖这一块 有一个腰线一直贯穿到尾部啊 看上去也是非常非常好看 官方呢 称之为这是游艇般的这样一个姿态 看上去确实还是挺好看 挺有这种感觉的 那么另外在车身尾部呢 这个上方呢 还能看到有两个非常大尺寸的 这样一个5G的天线 这样的一个天线设计呢 应该也是为了之后更高阶的辅助驾驶 可以提供更好的连接的稳定性 那么在充电口方面呢 这次G9呢 把两个充电口就快充和慢充呢 全部都集成在了一起 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在充电的时候也会更方便 并且呢快充和慢充集成在一个口里面呢 也会减少整个车身啊 这个开口的这个数量 看上去会更美观一些了 那么另外关于充电系统呢 这次G9也是公布了 将会是国内首款 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的这个量产车 峰值的电流呢 可以达到600安以上 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充电的速度呢 最大的电池容量呢 可以达到100度啊 那么官方说呢 5分钟充电就可以行驶200公里以上啊 说实话这个充电效率呢 还是非常非常期待和非常非常机动的 那么未来全新的这个高功率的充电桩呢 也可以最大达到480千瓦 并且呢还会采用这个夜冷的散热 这个充电线呢会更细一些 插拔的时候呢也会更加方便了 那么关于动力系统呢 这次也没有太多的接受啊 所以说关于G9的这个加速性能 还有行驶的里程 那也只能等后续的消息了 好那么关于这个G9的辅助驾驶的配置呢 目前能在前方看到有两个激光雷达的传感器 那么其他的传感器的配置呢 还不太确定有多少数量 那么G9呢毕竟是定位 旗舰级的这个SUV的这样一个定位呢 相信这台车也会集合P7的高速NGP和P5的程式NGP 将会是小鹏最顶配的这样一个辅助驾驶的 这样吃辆 当然了具体的消息目前呢还是比较少的 更多的消息呢 将会在明年的北京车展呢 陆续来公布 大家可以持续保持关注一下 那么在未来呢 汽车将会从之前的强功能属性 逐渐过渡成为强智能属性 那么去年呢 国务院发布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到2035 那么资料里面就有重点提到啊 未来新能源汽车需要推动电动化 网联化 智能化 定型发展 所以说在未来将会是软件定义汽车 所以说整车的电子电器架构呢 也就需要逐渐的去升级 逐渐的去迭代 那么这次G9发布的时候呢 也把整车的电子电器架构呢 也做了升级 升级到了X11A3.0 这部分偏技术向的这个信息呢 稍微比较枯燥一些 我简单给大家总结 简单描述一下 就是新的电子电器架构呢 首先算力上肯定要更高一些 可以更好的把这个软硬件呢 融合在一起 那么利用中央计算单元呢 再加区域控制单元 实现整车的这样一个控制 并且呢 可以把各项功能呢 做成平台化 把软硬件的接口呢 做成标准化 就像这个搭积木一样 所以说未来这个汽车的 这个架构呢 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像之前 想要升级某一个功能 你可能需要 把整车的数据包 一起推送过去进行升级 那新的架构里面呢 就可以实现部分的功能 单独开发 单独升级 那不仅可以缩短 这个软件开发的周期啊 那么软件这个 在升级的时候呢 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并且呢 还能实现五感升级啊 这个比较有意思 就是在升级的时候呢 你的车辆可以继续使用 完全不受影响 就跟我们手机去更新软件一样的 非常的方便 那么这一次广州车展呢 关于G9 并没有公布太多 这个内部的空间 和这个内饰方面的 按照这么大的尺寸的车来说呢 如果说只有五座的版本 没有六座和七座的话呢 那后备箱的尺寸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夸张的 那其实我还是非常希望 有这个六座的版本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满足更多 家庭出行的需求啊 当然现在还不太确定 那关于前排的这个智能座舱呢 我希望是有这个多频的 就是多这个三连频 比如这个副驾驶的娱乐频 那其实在我现在开的这个P7上来看呢 副驾驶前方这一块 是空白的区域 放东西呢也放不稳 一直是浪费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把这个中国米一块延长 延续过来的话呢 就能很好的 把这一块的空间的给利用起来 虽然我还是希望 这块能有这个副驾驶的娱乐频呢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啊 也是我的希望 那么更多的准确消息 咱们还是要等官方的消息 那么大家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 来猜测一下 内饰会是怎么样的设计 好吧 以上就是在广州车展 小鹏展台看到的关于G9的一些消息 那么作为小鹏的P7的车主呢 我还是非常激动的 看到这样一台非常漂亮 非常大尺寸的这样一个SUV 那么关于G9的更多消息呢 我也会持续保持关注 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续保持关注 感谢观看